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好 你們好 我叫Caroline 我想說如果我輕鬆一點的氣氛 我會否可以 因為我想大家都回了整天的工作 應該也很辛苦 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多謝一些人 否則最後我怕有些人受不了走了 已經看不到最後這個環節 其實我很想多謝本身我們的團隊 因為過去說 應該是六七月開始 認真是去年十月我們已經開始了 去年十月我們已經去了觀塘區做考察 正式跟Green Building Council合作 就是六七月左右 所以 我有些團隊今天也來了 我想跟你們打個招呼 如果是我團隊 大家嗨一嗨 是的 我很多謝他們 這麼久以來這麼辛苦 今天會說什麼呢 很快就入主題了 不過很多時候我來之前 很多人問我 其實Green Building Council 是說建築的 找你們拓展工的空間 關什麼事 究竟做什麼 我也怕有些人報名 今天來會不會報錯了 其實我也想借這個機會 說一說 其實關什麼事 好像剛才Flora也說了 其實一個好的社區 整個一個城市 不是只是建築本身做得好 就代表這個城市會好 其實還有它建築周圍的所有的社區 營造出來我們生活的環境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Flora跟我們說 Larry跟我們說的時候 說有這個合作 其實我真的很為他們擔心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這麼厲害 做一套這樣的東西 一定會被人罵 因為社區 什麼叫做一個很持續的社區 其實怎樣衡量 怎樣用數字 或者一個評估的方法 去定義到這個社區是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有人推出這樣的方法 我想一定你們會立刻 就會開始抨擊 沒有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覺得總要有踏出第一步 所以我很欣賞這種精神 就算怎樣也好 引起業界一起討論是好事 我們這次也知道 一個普通單純的評估工具 其實不足以去變得這個城市更加好 所以整個團隊在過去幾個月 就在觀塘社區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想測試一下 一些在我們心目中很抽象的概念 其實在真實環境的時候 是代表什麼 我們今天會探討有幾件事 就是講到 例如是地區的角色 究竟地區製造是怎樣做 公共藝術是怎樣做 公共藝術是怎樣做 究竟一個公共空間 又要有一點私隱度 又要可以有助這個社交呢 其實這些問題都頗難用一個尺去講 所以今天我們的分享 主要圍繞著這幾個概念 我想不是很多人聽過拓展公共空間 是不是 我們這個組織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又要講一點 我們是甚麼組織 其實我們是希望去推廣一下 就是整個大眾 整個城市香港裏面 每一個人去對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可以提高一些 就是他們會著緊自己生活的香港 透過很多的活動 我們有些做教育的 有些做社區研究的 亦都有一些跟中學生、大學合作的 有時有做研討會 或者是一些登場的活動 這些是我們以前做的項目 在油麻地做過一些油燈的活動 亦都有教育 這些可以在網上網上看到 不過我想說 今年我們的人 我們的團隊就是智庫一隊 已經有15個人 整個機構就是2011年成了 現在有146個人 大家好像都很沉寂 我繼續說 究竟智庫做甚麼 我們不是一般的智庫 即是做下桌上搜尋 然後出份文件 出研究報告 我們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們先在沒有任何的計劃之前 已經先進入社區 先了解社區 所以為甚麼 我剛才說 雖然我們合作是六、七月開始 但其實我去年的十月 已經在社區裏面做了一些研究 例如你平時遇到一些煩惱 你如果想向別人取得意見 你應該會找一個你熟悉的人 對吧 那如果一個三、七、七的人 給你意見 你信不信他 即是他說 你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是人與人的關係 即是跟你人和社區的關係一樣 如果當我們自己都不了解觀塘區 但我說在那裏做些事 那就整好你的區 那你也不信 所以我們通常會先下區 跟街坊聊天 我們會在不同的公共空間 跟他們聊天 去街市 去公園 去小販 有時茶餐廳 其實我們就是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建立了互信 跟著提高了社區對我們的認識 跟著再去找他們一些 potential 設計一些實驗 是為他們的區移特意去設計一些實驗 去測試一些不同的概念 究竟是怎樣在真的社區裏面出現的 跟著就是做分析各樣了 這些我們可以快些 剛才也說了 我們抽了幾個元素 想特別去看的今天 其實我們一系列的實驗 是做了三個的 在觀塘區 第一個想說的就是 關於公共藝術和地方營造 在這裡有沒有人住在觀塘的? 有的舉手 或者住過 或者在觀塘上過班 或者正在上班 有沒有? 我也是你 我也是你 我也是你們兩個 我亂說都可以 你們也沒有人知道 那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放心說 我們有個概念 很多人很多人就會救病 公共藝術這件事很離地 很多時候就說 為什麼一個什麼設計師 或者一個很出名就算他 很多時候做了些事情出來 跟區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很多人會評論這件事 我們現在來介紹的這個做法 是一個全新的做法 也是我們在測試 可不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 這個也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究竟有怎樣的過程 就是怎樣去創造這個藝術品出來的過程 而它是可以跟地區產生了一種連繫 從而呢 也都是令到社區跟它是有一種互動在這裡 不是完全跟他們沒有關係的一件事 也去探討一下究竟這件事出現之後 對社區帶來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觀塘 我想大部分如果是香港人都知道在哪裡 這裡一個很簡單的地圖 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實驗一 就是在說粵華街公園 就是現在紅色的部分 那一會兒實驗二、三 可能是其他的公共空間 不過都是觀塘區的 那其實我這裡特意 就開啟了兩個地方 就是我們會發生一些 特意的東西的兩個地方 在粵華街公園其實它的特色很明顯 你看到紫色包圍著它 其實就是一些住宅區為主 那如果觀塘海濱那邊 就是綠色那邊 就是很長型的那邊 其實啡色那邊 就是一些工業、工商業為主的地方 意味著這兩個地方 裡面的公共空間本身的性質 都是很不同的 就是他們的性格是很不同的 那麼現在這個實驗 就是粵華街遊樂場 那這個是它的平面圖 那麼我們在這個公園 在剛剛過去的八月份 就創造了四個藝術品進去 那麼這四個藝術品 跟平時的普通的公共藝術 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名字 大家看看記不記得到 如果記不記得 其實剛才在門口 如果有人看到一些帖卡 有沒有拿到? 這四個帖卡 好像很簡單 其實背後真的吐心拿血 這四個 第一個 我們有行路草 一個叫做 行路草 我也想多謝合作的藝術家 或者是製作的團隊 行路草是Hour 25和我們合作的 我想可能你們有些人會認識他們 因為他們都幾出名了 比起我們的組織 然後等運到風車 就是另一位藝術家 Terence Leung 然後水墨花園 就是觀塘街坊製作的 那屏風流就是風流團隊製作的 風流團隊就是我們的自負團隊 不是我們的自負一團隊裡面的幾位年輕人 好了 那先介紹一下方法 方法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這個方法應該算是反傳統方法 因為呢 是 這個篩選過程是怎樣的呢? 就是怎樣找到這群藝術家出來呢? 為什麼是他們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要找他們出來 我究竟用什麼辦法 找到這群創意的力量呢? 第二個過程就是 我找到出來 人家都未必做的 要凝聚他們 然後就是創造那件事出來 然後第三個步驟就是實驗 就是將作品出生後 我們會有一群 好像我們一樣的 耳工在觀察 人家如何跟藝術品產生一種關係 當然啦 我們也會突擊地去做一些訪問 最後就是收集資料做分析 現在我詳細說一下我們整個過程是怎樣做的 這個呢 亦都是 有人問 那什麼叫做地區特色呢? 就是工業就是觀塘區呢? 代表著 工業是否就是塑膠 應該要有鐵 要有玩具 那些是否代表工業 那我將工業元素 就這樣融入了在我的設計裏面 是否就已經是地區特色呢? 是否呢?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是設計師 工程師 或者是建築師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想過 如果創作一個公共藝術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這次很特別的做法就是 首先我們是去工業區裡面 去拜訪不同的藝術 這個呢 亦都是一個傳一個開去這樣做 是很自然的做法 那就是我們認識了一個藝術 可能他又會介紹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又或者呢 亦都會在報紙上看到這個人的作品 啊,不錯的 我們會自己發電郵過去 問他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聊天的 那這個階段我還未知跟誰合作的 其實我們純粹是 我們是想… 不過這個大前提 我們是全部集中在觀塘區裡面找的 就是我們是全部在觀塘區裡面找的 那麼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想去工作室跟他聊天 我聽完他去說他的作品 以及他怎樣去創作的過程 我想我們整個團隊 其實是一起去做網站訪問 去了解每一個藝術家背後的價值觀 還有理念 那是好像做朋友一樣的 就是有些我們是… 我有試過跟藝術家 聊到只有三點鐘 那他們真的可以… 慣了通笑我了 那他們一邊聊一邊聊 那聊完一陣子呢 因為整個群人很有興趣 對我們這個項目 那他們全部都很熱血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預算都很有限 做這些社區的計劃 所以如果有一些很商量的藝術家 或者設計師 未必是可以合作到的 所以這次這個門檻已經篩了一群很熱血的人出來 其實這群這麼熱血的人 我們還沒有選擇 這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分享會 我們在觀塘區 得到阿朗也是另一個設計師 他就很熱心 借了一個場地給我們 搞了很多這些活動 我們就邀請了所有觀塘區 我們拜訪過而認識 而又想做這個項目的藝術家 全部都來了 來一次困過的感覺 就是把他們自己的作品拿出來 互相去表演給大家聽 以及討論一下 究竟他們怎樣去看觀塘區 他們自己心目中的觀塘區 以及他們自己的火 究竟想做什麼 你看到這些圖片 大家是很認真 認真得來又很開心 不過你們不知道我不是很開心 這個過程是有很多火花的 一談完之後就滿心歡喜 因為全部都說要做 所以說糟了 那麼多人做 我又不好意思去篩選人 這個情況 因為熱誠是最能夠打動我們 你是很難拒絕他們 於是呢 好了 第二個難關 就是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這麼有熱誠 是否一時衝動呢 於是 我們就是非一般的過程 就是我們要求他們 跟我們一起下區 每一個有興趣的藝術家 都要跟他們組隊 就是下區做考察 我們自己做很多的 平時我們都會下區聊天 其實藝術家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習慣 有時他們的設計 可能是他們自己對這個城市的看法 很主觀地呈現出來做的作品 不是說一定要在這個區道 跟街坊聊天 甚至乎有時那個網站 都不用真的很親真去 可能如果你公司有些項目 但是我們就是要求 所有有興趣的藝術家 要跟我們一起下去 去這個真實的場地去考察 而且是逼他們要跟街坊做聊天 原來他們是非常害羞的 原來很多他們都不夠膽去聊天 但是因為我們的團隊都習慣 有時我們就在身邊 跟街坊聊天 他們在旁邊看 看看他們又會說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樣結合的不同 因為我們多走入社區 就很習慣這種模式 但藝術家未必會這樣做 他們加入我們就可以一起做 我們也把我們自己做過 對這個社區研究的一些資料 我們也在那天分享給他們知道 可能一些歷史 或者街道 或者街坊 一些故事 我們也會分享 然後有一些部分 就是由他們自己去發掘 然後到這裡 仍然是很熱血的 然後呢 那怎麼辦呢 然後開始要想 你吸收了那麼多的東西 你去社區發掘了那麼多東西 你一定有感覺 我們整個過程就是說 怎樣可以創造到一個 社區會有感覺的公共藝術呢 就是說你從第一天去想之前 就是已經是在社區來的 你的靈感已經是在那裡來的 那自然做出來的呢 就是一個有本地性的東西 就是不需要刻意去把 用什麼叫做工業的東西去硬塞在設計裡 那所以呢 然後我們就 我們這個做法也是比較新的 就是我們自己會入隊的 就是我們自己是會跟那些藝人組成一個隊伍 那我們是不會給 譬如說 你不應該用這個顏色 你應該這樣… 那些我們就不會留言 但是呢 我們會提供很多關於地區的人 就是可能原來那些人坐的時候 會怎樣坐的 就是他們原來哪一個位置 特別吸引到人的 那你一坐下視線 在看著那個角度 會不會那個位置有可能 是一個呈現你作品的位置呢 就是其實呢 每一個人用那個公園的時候 那些有一個特性的 如果你落區留意一下呢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有些人聚口在某一個地方呢 跟他們的習慣或者需要 或者現場的環境是有關的 那當你留意得很仔細的時候 你的作品就很容易 入到他們的心裏面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不留意他們的生活習慣呢 而隨便做一件事 擺下去又完全那個層級 各樣東西都不對的話呢 其實你就融入不到那個社區了 那個作品 所以呢 有些就可能說 其實當初我們有很多個想法 收到回來的 那當然慢慢慢慢 就有某些原因 就一個一個被淘汰了 那這個故事就很長 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說完 不過有些是 譬如有一個是關於電放映 有一個藝術家就覺得 觀塘居是有很多 很多 叫做 我又不知道是否叫平民百姓 街坊 真的很喜歡 他有一種情懷就是 吃完飯要到公園 聚一聚 聊聊天 但是總是欠了電視機 於是他就覺得 不如在那裡放映 每晚有些東西放映 懷緬一下這種 吃完飯每個人都很想到公園聊天 剛好那時候又是奧運 播放奧運就更好 氣氛也不錯 誰知道技術上問題 因為康民處是不容許 有任何影片播放的 在公園裡面 這個過程其實我們也要平衡 這幅圖看到就是 我們其實要平衡藝術家 他們從社區得到啟發之後 他們的構想其實在現實世界 要實現的時候 還有很多考慮 我們會在中間 盡量令到他們想要做的事 達成得來又要 符合到所有要求 這個過程的管理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想令到 藝術家越來越灰心 所以一定要處理好 我們要幫他排除萬難 盡量不改他的設計 而這件事做得到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最後當然失敗了 沒有播放的 不過不用太氣餒 我們走著走著 有五個 後來走著走著 只剩下兩個 有些人是因為我的製作費 原來如此貴 像東西才華好 然後找完 真是天價 這樣就做不到 有些人就做著的 做著做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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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覺得我也是太年輕了 突然間他有一種反思 可能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覺得我沒有這個能力 做到這個作品出來 要沉澱一下 所以又離開了 所以這個過程是很有趣的 他們就很有趣 但我們就很麻煩了 因為我們領回兩隊 不得了 於是有之後的出現了 一會兒就說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製作 這個就是製作過程 其中一個就是等運到風車 這個就是等運到風車的製作過程 一會兒我會說背後的故事 就是究竟啟發點在哪裏 這個簡直是全民皆兵 我們的義工團隊有20多個幫手 我們自己和藝術家本身一起製作的 藝術家就是藍色衣服的那位 現在開著風車的那位 而在他身邊就是我們的團隊 你看見他好像頭疼的那樣 因為原來這風車很難製作的 原來這風車是很難製作的 它是逐個步驟教我們 我們都穿錯了 後來他拆除了自己再製作 不過是很難忘的這個經驗 然後另一個就是這個行路草 這個鋪通宵的 真的很感謝Hour25 尤其是阿楓和阿財 他們是親力親為的 開會也是他 原來裝的也是他 運送的也是他 然後就是水墨花園 水墨花園就是那個不小心爆出來的藝術品 因為已經離開了 就是有些團隊 又不小心我們做探訪 有一次去區議員辦事署 看到牆上掛了一些水墨花 你現在看到這邊這一堆 我一看到就說 哇 這些水墨花這麼漂亮 你買了十多二十幅掛在這裡這麼多 然後一問之下 原來是有一群婦女 即是師奶 全部都是官堂的師奶 但他們畫的水墨 你可以看到他們內裡的一種 韻味 散發得很淋漓盡致的 想不到他們學了兩年左右 但是我覺得這個作品的水墨花園是很高的 相信都 就是我覺得 也很多人都這樣認同的 還有他們的老師 其實都是官堂區的居民 而是那些餓虎藏龍 他自己也不是畫水墨的 不過他退休之後就全心鑽研水墨 就變成了老師 現在七十多歲 就叫吳培姜老師 他帶領著一群女士 就畫了很漂亮的畫 我就膽粗粗叫區議員 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想借你的水墨花一用 我想做一個展覽 但是他們就說 水墨花不能掛湖外的 都爛了 然後怎麼辦呢 所以這裡又到了一些技術性問題 我們又幫他解決 我們整個創作過程就是這樣磨合出來的 我們覺得這件事有意義 但是又要想辦法把它實現 最後我們就找了一些攝影師 就幫我們把這些畫 變成Digital 當然 然後再用一些比較好的印刷 就把它做一些表起來在一些木板上 不過其實不單止這麼簡單 一會兒你會看到的 然後就是這個我們自己團隊做的 這個就叫做屏風樓 這個字有很多意思 可能他們啟發於那個城市 亦都來自於他們的風樓團隊這個名字 那這裡你看到他們的製作過程 那內裡的意義又是硬一點點說了 那接著 我們在同步 其實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進去那個社區 即是現場來的 就是瑜伽街遊樂場 是做一些Base Line Study 因為我們整個過程就是想知道 我們這些作品出現了之後 究竟人和作品之間的關係有甚麼改變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必須在作品出現之前 才了解那個公園的特性 所以這裡有Base Line 然後到最後呢 其實就是展覽 展覽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有很多微伏出巡的工作 最後我們是無緣無故加了一張單 自己搞了一個Party 在28號 就是我們最後一天展覽的時候 搞了一個Party 這樣就再說了 那現在實驗結果究竟是怎樣呢 首先第一個結果就是 首先第一個結果就是 人流或使用者各樣的 以及他們的使用模式 是有沒有改變呢 第一,人流是沒有甚麼改變的 有人就說 那是否實驗失敗呢 為甚麼 我們其實在這展覽期間 其實就是放了14、15天左右 那就是24小時開放的 是的,沒錯 不單是下雨,還會打風 真是上天眷顧我們了 真是想測試我們在任何環境下 因為這就是公共藝術要面對的問題 亦為甚麼跟藝術館裏面的作品不同呢 我們就要驚得起風浪 所以真的測試也順便 大風大雨和這些日子 究竟是怎樣度過的呢 這些藝術品在這個空間裏面 我們做了122個訪問 亦都統計了90鑽的人流 即不是90個人流 即是我們不停地計算了90個部份 那就發現人流是沒有甚麼改變的 但這個其實我們又不覺得出奇的 因為其實粵華街公園 我剛才說了是一個社區性很強 即是說根本吸引來的全都是街坊 他們來的頻率是每一天來的 即是已經是有一班既定的用家 其實不會說你突然間會去的 如果你不住那裏 加上我們因為做實驗的關係 我們是從來都… 不說從來 我們是不做大事宣傳的 即是我們沒有說 要叫大家為你跨區來 這個是西九的 自由約 我們就不是這樣做 我不想這個變成一個活動 即是一個玩完一次 大家突然間這個社區熱鬧了幾天 然後整個社區又散了又沒有人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就沒有去大事宣傳 我們是希望看回本身日復日 用這個公園的人的改變 就不是說這身人就來那一天 那些人怎麼看 所以是有一點點… 我們預計之內的 人流是不會說有很大轉變 但是其實微妙的 不同的用戶分佈是有一點點的不同 就是可能那個年齡層的分佈是平均了的 而且他們逗留的時間是長了一點點的 尤其是明顯的就是路過的人 那個組別 即是0至5分鐘的人是少了的 然後15分鐘左右的那些 那一類就多了的 我們可以懷疑他可能路過的時候 因為看到的那些作品就站了一點點 這個我想是很常見的 在我們那14至5天的觀察 其實還有我們吸引了一點點 亦是多了的 就是不是日日來的人 其實是多了一些 就是如果之前做訪問 可能是九成人都是日日來的 現在有一堆吸引了一點點新的 就是不是很頻繁來的 那些都多了一點點的 那究竟他們對於這四個作品有什麼反應呢 就是我放了下去之後 還有啊 剛才忘記了 我們這四個作品 除了構思演練出來的過程之外 我們是要求每一個作品都會 跟公眾是有一種交流 就是一定要設計到這件事出來 就是不可以只用一個作品 然後放在一個櫃裡面 一個玻璃櫃裡面 你路過看到 這種是不算的 所以我們是必定有一些互動的成分 在我們的結果裡面看到 就是最受注目的就是水蜜花園和這個行路草 那有七成的人其實都是欣賞的 有三成的人就說看不明白 不喜歡 那七成他們就覺得很有新鮮感 覺得很美 我們再看深入一點 行路草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原本想叫阿楓來講 不過他最近很忙 Facebook好像經常看到他 所以我現在幫他解釋一下 其實因為他的觀察裡面 他去了很多天 他看到就是我們這陣子 就是我們城市人經常看手機 都經常頭疼疼的 好像都沒有什麼留意身邊的東西 他希望將一些 平時硬實實的地下 突然間變成草地的時候 就是大家會不會 突然間有一種新鮮感 第一 第二 其實他是有要求 那些人要脫鞋走上去的 但是這個 我當然也知道他是想太多了 但是當然我們要支持他 對不對 因為這個實驗 究竟有多少人願意脫鞋 用自己的腳去感受一下 改變了質感的地面呢 所以這個也是實驗的一部分 也是看看這個作品 本身能不能夠和這個社區 產生一種關係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看結果如何 因為這個行路草 其實它的覆蓋率很大 它差不多覆蓋了整個公園 有3,300個Square meter 就是它去到的範圍 其實我們是刻意把它的路線 是剛剛好覆蓋了我們所有四個作品 所以有一種把所有東西 結合連繫著那個效果 全長大概250米左右 但是我們發現 因為行路草 其實是一個2D 黏在地下 它在3D那個Dimension 不是佔有一個空間 變了其實不會很阻礙它 日常生活的使用 所以那些人就不至於說 一來就很… 說你阻礙我 你改變了我的生活 我的用法 那就沒有的 而小朋友 尤其是明顯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圖 都是小朋友很喜歡踩 也有很多小朋友問 問爸爸 踩不踩得的 這樣 然後爸爸就說 應該不踩得的 幸好我後面聽到 我就說可以踩 快點去踩 所以其實也挺有趣的 這是刺激了 平時我們一些既有的觀念 也刺激了父子的情懷 對吧 但是有一群人 就不太喜歡 通常是甚麼呢 就是中年和老人家 就不太喜歡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 甚麼呢 他覺得搞得地板不平 就是無緣無故 就多舊東西 那就… 手工又好像不太專業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是很… 很有閒的人 只有兩個人去鋪 然後他覺得很浪費 就是政府是不是有很多錢 鋪草皮 這樣 還有不乾淨 那些人吐痰下去 你看不到 那些評語 我們就有收到 但是其實 但是其實 最終 我們其實是想刺激他們那個 那個 那些評語 我們就有收到 就是… 令到一個沉悶的地方 不要再那麼沉悶 那麼其實 我們是故意 將那些草鋪上椅子 就是你除了跟著那些草走 走著走著 你會發現那些草 為甚麼會上了椅子 就是想他們跳出框框 就是… 其實坐 但是香港人或者華人 可能都真的 不是太習慣坐地下的 或者那一區其實老人家多 你都不是期望老人家 要坐在地下 所以他們就說 不如鋪上椅子 那… 那…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 首先 但是很可惜 亦都是被 康民署 或者用家 各樣 投訴得很厲害 那… 原因是甚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對… 應該很多專業人士一看就知道 不合理 是嗎? 沒錯 沒錯 就是因為… 始終這是一個… 短期的裝置來的 說真的 不是一個… 持續的裝置 濕了 很難乾 因為… 那… 那… 加上我們下了十日雨 那… 那… 所以呢… 搞到最後是… 要… 撤除手術的這一段 就… 撕掉了 但是你看到其實很受歡迎的 看不見到這個嬸嬸在這裡做瑜伽呢? 那… 我們是… 很驚嘆她在行人路的中間做瑜伽的 那… 那… 但是她是… 真是在這條草剛剛那裡上面做 那…她說是故意的 她說因為… 軟軟軟很舒服 我這個做瑜伽 還是那晚很大風 真的很舒服 那… 如果她在家裡呢? 因為她們家裡也有些不是住得很大 在裡面做瑜伽也有點困難 那… 那…現在我鋪了一張 她就馬上來做了 那… 那… 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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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厲害的 她唯一的評論就是那條草 為什麼不可以是肩膀那麼寬? 因為…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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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放下了一雙鞋子,你就走掉了 那就有很多雙鞋子 不過這是一個實驗 而且這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大家應該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 就是這樣 而且也有人脫鞋子 不過因為天雨後來真的很濕 所以就少了人這麼做 接著到這個水蜜花園 水蜜花園就是 我們嘗試社區本身的人自己變成藝術家 即是將這件事交給社區去做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由自己這班街坊自己畫的畫 我們唯一的角色就是將他們的作品 變成可以在公園展覽的作品 解決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但是作品本身的創作是來自於社區本身的 但是你會看到發生什麼事 或者那些鬼畫符的東西 其實有一個伯伯在寫三字經 我們剛才說了 除了表戲一幅畫之外 我一定要有互動的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學書法 應該這張書法紙 大家都見過 例如我學過書法的人 一遇水就會變黑色 一吹乾就會消失這些字 我們用了這種物料放在畫的背部 砌了不同的設定 希望你看到畫多就會心動 你自己也想畫 但是你又沒理由 去買一支毛筆 開墨 再買一些紙 通常你的屯伯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立即看完 忍不住了 想畫了 就立即在旁邊可以畫了 我們就預備了一些水 毛筆 還有一些紙 我們就發現 就是超多小朋友 還有爸爸媽媽去畫的 而老人家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整件事 分析一下 這個空間集中了在一個比較… 這個空間其實是一個挺好定義的 一個比較… 不是說… 怎麼說呢 就是進來這個空間 你確實覺得是一個很空曠的廣場 一個很明顯的空間 我們就放在那裡做展覽 打破了別人覺得水墨畫 很少會在戶外出現的一個習慣 也都… 因為作品本身是由街坊自己畫的 我們是鼓勵街坊叫她家人和朋友來 所以我們一直看見很多 他們因為威風 這些作品是貼堂的 他們就會叫自己的親朋戚友 下來拍照 各樣的 其實這也是我們想達到的效果 就是如果當作品是理智的由分完成 其實你對歸屬感和欣賞度 是會高很多的 那麼… 這裡其實很多很多故事發生了 不過沒有那麼多時間 逐一在這裡說 但是激發了很多人的創意 因為是很多老人家原本說不懂字的 但是後來又懂得寫字的在這裡 就是寫給我們看的 然後… 這裡是屏風流 屏風流就是我們自己的團隊做的 你會見到發生甚麼事呢 有些朋友說她很變態在這裡拍照 其實我想澄清他們是認識的 那麼… 但是… 究竟做甚麼呢 就是… 就是做甚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特意要做的效果了 因為我們放了這件東西下去之後 很多人就問 究竟你在做甚麼呢 就是搞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件事呢 而引起了他們自己的討論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了 那麼… 除了屏風本身呢 是真的有阻擋作用的 就是… 這個會一會兒在實驗3的時候 會再說 去測試一個私隱道的問題 但是呢 當這件事出現在粵華街公園 就絕對跟私隱道無關 因為那裡的人是多得不得了 反而反過來 原本不認識的人呢 兩張椅子中間無端端放夠東西呢 他們兩個關掉了 就是… 原本還打算隔一隔 現在就一起討論 哇… 為甚麼有人放這些東西呢 哇… 這塊白布好像送笨那些 我們是聽到這些評論 有些人說 哇…這些那麼素色 剛剛那陣子是7月14日的 我們放的時候 就有些人說 哇…很不吉利啊 放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 其實這個不是就是 是勾起了他們的一些共鳴 我們這個作品 就是他會想到一些東西 有一個就說 想起他小時候養豬的時候 怕豬被人偷 他都做了一個這樣的裝置 就放在門口 那他們就說 他們的手工會比我們好 他說要我們回去再鍛鍊一下 這個屏風會比草很不同 因為它是佔用了一些地方 不過其實也不夠剛才的水墨畫 佔用得很厲害 其實那個水墨畫是掀起了一層 也挺大的風波 不過現在… 稍後記得我再說了 這個屏風就搶眼得來 它因為存在兩張座椅中間 兩張座椅中間的位置 其實你又沒有什麼用 所以它又不覺得你… 原本要站在這條納下的位置 你現在擺了那個位置就不會這樣說 所以它存在得來 你又看到它又不是很阻擋 這裏我都說了 我們原本想有私隱道的東西 反而人們就更加多了對話 我們其實這些物料是想過度過的 放些什麼 其實跟社區是有關係的 因為一到晚上 原來一排的公公婆婆在撥綫 所以我們放了一些綫綫 後來有人剪了我們的綫綫 也挺好的 我們也想看看有沒有人剪 不過去到很後期才有人剪 那時候已經有些髮毛了 然後也有些包裝用的包裝用的包裝紙 想著應該一天都被人剪了 我們經常手行都剪了 怎料又是放到最面一天 仍然有人剪了 然後我就走過去小孩 她媽媽坐在旁邊 小孩就看著我 我的手在後面一直剪 然後我就一走過去 我說你在做什麼 然後她立刻放手 然後她媽媽就說 我叫了她不要了 然後我說我沒有說什麼 她一點我走過來已經很害怕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想去包裝用的 這個你當作是一個玩具 其實我們買了很多想要去補充 怎料一直都不用補充 因為大家都不包裝用的 然後我們一說完包裝 她就很開心可以繼續包裝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的作品本身是可以帶到那個地方 有些新的趣味性在這裏 不過是由於我們本身有些認識 所以你又未必夠膽去踏出那一步 然後等運到風車 就是啟發於創作者 去這個公園很多次 就發現這裡的人 尤其是這個在一個溜冰場 是處於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而你平時走進去宇華街公園 基本上可以完全不經過它 已經過了 即是可能有些人甚至乎不知道它存在 那不是一個主要通道必經的一個地點 他就發現上面偶爾有人坐在那裡 就呆滯滯的 好像等運到一樣的 於是就創作了這個等運到風車 那他就說 哎呀,怎麼會等著等著就到呢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踏出那一步才到的 那首先他就想點綴這個空間 所以所有風車 因為這是老區 你放一些不吉利 好像剛才的那些白布 就可能會有些爭議性 風車沒有 因為你個個喜歡運氣的意思 即是好運的意思 所以他特意選擇了一座風車 而風車會隨著天氣不同 即是大風或什麼 他會自己移動 他一移動 其實那個地方的氣氛就會改變 首先他用色彩去改變空間 第二他就用空氣、天氣和它互動 而產生一個轉動 而改變氣氛 第三其實他就想多一步的 你看到有個躲的 其實小朋友那裡旁邊 是有個籃 籃裡面有很多製作風車的物料 那塊木板上面黑了 怎樣去做一個風車的步驟 其實是任人去拿 任人去整的 原本就想著 你就不會在這裏有什麼玩的了 如果你覺得悶 你自己要走出這一步 你拿東西來玩吧 其實是想激發人這種的想法 當然我們以一個禁守規矩的香港人來說 就應該沒什麼人會去拿 那就真的沒什麼人去拿 亦都很幸運 又沒什麼人放垃圾下去 那也是一件好事 是偶爾有一兩個小朋友 不過是藍、藥、藥 也有看到不同種族他們的文化 他們就拿了這些浪衫竹來打架 就有的 不過幸好 我們接受到的投訴也不多 應該沒有去到你們那裏 不過有時不同渠道也收到一些投訴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風車 藝術家本身用了很多星期六日 在觀塘區走雲不同的大小工業區 撕下來的街招逐張逐張拼成的 所以是用了不知道過千張的 那它是… 一來它又要解決那個技術問題 就是要防水 所以它是特別處理的 就是每一張貼完貼完再塗防水 再貼再塗防水 因為又要有顏色又等等 所以做了很久 你會看到它花了多少心機 去做一件事 它又要跟社區有關 又可以帶一些正面的訊息去社區 其實這班真是非一般的設計師 所以我們也很感動 他們還要幫我們省錢 可能因為我們預算太少 所以他們決定自己去撕街招 到最後 其實我們整個過程是14天左右 那一開始有很多反對聲音 尤其是對於草 因為草是… 很多人覺得是不安全的 但是你發現到最後那一天 這是最後那一天的投票結果 就是… 因為那些街坊其實是天天下來的 由第一天到最後那天 基本上他們每天都在 那發現上面深一點綠色的 就是大人的投票 下面青色的那些是小朋友的投票 小朋友基本上是挺平均的 對於每一個作品 但是大人呢 你會看到行路草 最後竟然是跑出了 就是他們是喜歡行路草的 因為其實下雨下了幾天 也幫他們拉回一點點票 因為開始不下雨 它反而有點弱 然後下雨一塊東西 踏在地下之後 然後平回地下 那就沒事了 而且原來康文著用的那種… 就是盲人的那種磚 一下雨是很滑的 然後他說 那立刻不走那些了 就走我們的草 因為那些草反而沒有那麼滑 所以也是拿回一點分子 到最後 然後實驗 我們又玩到覺得不夠了 十幾天之後要拆的作品 很傷感 因為已經產生了感情 對於社區來說 所以希望在拆之前 就搞一個傳聞回來體驗日 我們是邀請了真真正正這些水墨畫背後的功臣 就是這位吳佩薑老師 很感動的就是… 其實我們在展覽期間 有一個伯伯路過之後 看到這些水墨畫 不知道是不是勾起他以前的一些… 可能不知道什麼回憶 然後就說 為什麼原來這些區域的人 可以畫到這麼有內涵的一些這樣的作品 他問我是誰畫的 然後我說是普通街坊畫的 沒有理由的 誰是他們的老師 然後我就說不賠金老師 竟然是這樣 然後他忍不住 就拿起筆 就是我剛才說可以寫字那邊 他就寫了向偉大的 並不知道是尊敬的、親愛的 吳佩薑老師致敬 他寫完之後那些字會消失的 我都說了 那寫完怎麼辦呢 他說快點幫我拍張照 趁他還沒乾 他寫完之後要我立刻 發訊息給這個老師 就說是向他致敬的 那我覺得 為什麼兩個不認識的人在這個城市裡面 就是因為這個作品 雖然現在都是不認識的 但是 就產生了一種關係在這裡 其實社區的那種人情味 或者你互相欣賞的那種心 就是因為這樣而出來了 沒有刻意去教他 但是他們自己會感受得到 這個老師當日的現場即席示範 也是很難得在一個戶外的環境 風和日麗就終於還有一天 多害怕那天還是打風 如果不是這個就真的要截賣了 這個因為是真的水麥 幸好那天是好天的 他就直接示範了 也有很多很多人拿了他的麥寶走 不過我老師是很開心的 然後呢 草了 鋪完那些草 這樣撕掉就很浪費了 雖然也真的有點浪費 於是這個設計師本身就想了 一個作品的生命的完結是怎樣完結呢 他決定將草分給街坊 這個也是打破了我們一些傳統 因為我們也是鼓勵環保 他就最後將… 其實你的Postcard上面應該… 咦? 這裡沒有了 最後這裡有輛車 其實那裡鋪到最後最後 其實有一卷草卷了在這裡 放在三輪車上面 停泊在廣場的中間 這是藝術裝置 很多人以為我們還沒做完就離開了 放了14天 那些人就說 哇,這群人鋪到一半離開了 但其實不是的 代表我這件事不想完結 是一個延續 所以到最後這一天 我們就將上面那卷草送給街坊 每人可以拿到兩米回家 最初我們就很害怕沒有人來拿的 因為最初是劣平月潮 又說髒又等等 誰知道一來香港人的性格出來了 一有人拿是很虛陷的 每個人都拿了 一個又說擺露台挺好的 這個Polo台 一個又說什麼… 其實我們的背後的理念就是… 首先除了在一個藝術品中結的時候 也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因為它派到你家裡之後 變成你家裡的部分 這一片草 另一個意思就是想提醒我們城市裡的人 原來一片這麼小的草 已經是我們可以享受的很好的空間 就不要忘記了這麼簡單 你已經可以一個很舒適 很值得你享受的地方 其實很簡單 以及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是什麼 這個就是風流團隊的延續版 就叫風流街坊 因為它自己風流就不夠了 就要街坊跟它們一起瘋 所以就即場一起編織這個屏風 這個屏風我們是最後用了很多彩織的線 由街坊自己編織出來的 但是不要以為就這樣編織這麼簡單 我們每一個… 這個編織這個框其實是一個座標 就是有黑度 每一個黑度是一個答案 是關於觀塘的一些問題 就是你可能住在這裡多久 你最喜歡哪個地方等等 有不同的選擇刻在那個框上的 它們將它們自己心裡的答案 是穿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直就希望它們參與裡面 也都想回它們自己 對這個地方的一些感情或者關係 最後這個作品就很成功了 就編織了出來 但是很可惜我們這些是一個實驗 不可以變成一個長期的裝置 如果不是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使得市民很容易參與到一個藝術作品的創造過程 最後就是音樂會 音樂會這一個是冒著我們被人蓋盪的危機 是沒有跟… 不要這麼說 應該說我們就大聲了一點 大聲了一點 我們是有得到申請的當然 我們是跟民主申請了 只不過他們唱歌就越唱越大聲 但是竟然是很平如潮 這個真的是 是很多人說他們唱得真的很好 如果唱了幾場 可能我都可以捧他們出來 那我就… 我想說 但是因為公園的設計有關 令到這個表演場地有一點點的不足 就是你會發現表演場地裡面 反而是少人聽歌的 表演場地的外面 反而你會看到一些人是站在路中間 聽歌 就是很多人聽過的好聽 就站在外面 就不走進來 因為那裡剛好有一個石膊 石膊又要繞路才下樓梯 還要幾級再走進來 所以很多人就站在外面聽歌 但是你看到其實我們也很民主 給機會發聲 我怕真的有人很不喜歡的時候 他們也要發聲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路過的人 是歡迎他們立即拆我們台 不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發表意見 有很多人支持我們 有五粒 可能剛才唱的那首歌不是他想唱的 所以有五粒就說不太好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是很支持我們的音樂會 我們希望透過整個實驗 可以啟發到一些人 就是明白到公共空間使用的 其實藝術是可以打動了很多人 以及人與人的關係的轉變 但是我們也都在過程裡面看到 不同人的利益會受到少許影響 譬如水墨花園那些 其實我們佔用的空間 原來是另一群人每一早上會去打太極的地方 所以這裏中間是有少許的波子 當然最後是解決了 要不然你們看新聞也看到了 那就沒有了 所以沒事的 也都可以看到 很多人會有第一刻看到的時候 公園突然變成了 其實是先反對的 很多人會說 誰在弄這些東西 就是反對的聲音一定是先聽到的 然後其實日子久了 當他們真的跟那件作品本身有一種互動 當然你的創作是可以令到他們有互動 如果你的創作是不能夠引起他們對那件事的興趣 還有感受 其實就可能越擺越壞 但是我們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們很成功地 其實隨著兩個星期過去 那些人對那個的接受程度也都高了 因為他們是很享受的 然後到最後 很多人都來把我們的東西拿走 除了一些草被人拿走 那些畫的學生 畫的學生 全部都來拿回他們自己的作品 甚至乎連那些浪衫竹都很多人拿走 還有風車 有個小孩還沒拆開的時候 就已經問我可不可以拿走 那我就說不行 那除非最後一天 然後他說原來他小時候 曾經有一個他很喜歡的風車 不知道他不敢碰它 他很珍疑 總之擺了很久 誰知道有一天碰它 他就馬上碎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膠脆了 然後他說很不開心 很想要回一個新的風車 他說未見過一個這麼大的風車 想拿走 其實很多社區的人 產生了一種感情 這些那麼多字 我其實剛才應該都說了 所以不說那麼多 但是最後 這一部分的最後 還有很多部分 我們就很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 意見不一致 或者產生了一些反對意見 正正就是啟發一個設計者 去設計的動力 如果沒有困難 其實設計師是不好做的 設計師的天職 其實就是要衝破一些困難 另外就是 我們使用者和公共藝術 產生那種感情的轉變 其實受到 當然設計本身 環境因素 場地 天氣 管理 時間 各樣都會改變 而且我們真的用這個過程 示範了一個方法 就是在你的作品的靈感 未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求設計師 本身和社區產生了一種感情線 先去設計他的作品 這個做法是比較新的 我們也覺得這種方法 是比較容易設計出一些 跟社區比較有關係 和可以特顯到社區特色的作品出來的 好 接著就是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做社區有關用途 這些字雖然有點巧合 和地方營造 那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空間裡面 如果有多些不同的活動 其實會豐富了你在這個空間使用時候的經驗 就是經歷會不同 如果這個空間是什麼都不會發生的 那就沒有什麼發生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令到它有多些東西可以發生呢 我們就用了一個很簡單 好像很簡單的方法 但其實呢 也都 可以說其實很少可以在公園這樣做得到 就是我們設計了 我們是會放一些不同的設施 去令到這裡有不同的活動產生 不過我先說一說 究竟我們這個實驗在哪裡做 這個實驗就是在 觀塘海濱長廊的錦觀花園那裡做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過呢 有沒有啊 沒有 好 三個 好吧 我又可以亂說 也是沒有人知道這裡在哪裡 這個公園呢 我們現在這個左下角那裡 就是那個Layout 就是我們交叉的位置 就是我們實驗的地點 我們選擇位置的時候 就不是亂選的 其實我們自己也是一樣的 下去很多次很多次 去觀察一下那裡的人 各樣東西 去選擇了一個地方 就是通風比較好的 而且是有遮陰的 因為是一個天橋底 就不會受到下雨影響 因為吸收了我們的第一實驗的經驗 再做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很大影響 如果下雨的話 真的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還有有充足的陽光 但是這裡的… 這個公園跟剛才的公園的特色很不同 就是這裡不是一個你每天吃完飯會下去的公園 因為它很遠離民居 很多人來是特意來的 反而區內的人不是最多 這裡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那裡的環境是怎樣的 如果有些人來去過 就可以看看感受一下那裡是怎樣的 就是有東西遮陰 右上角那邊你可以看到 雖然有很多遊樂設施在中間的位置 但是因為那塊地的形狀 可以說有些少少不同的不規則的設計 所以出了一些不同的小塊小塊 就是小型的空地出來的 你也看到地下有比較黑的地方 以及一些軟墊的地方 感覺上也很像是劃分了一些區域出來的 這裡就是一些背景 關於這個地區的這個範圍 70%都不是觀塘居民 而來的人竟然要用超過30分鐘的人 有40% 大部份人來是跟家人和朋友聚會 超過一個小時的是有七成的 因為你三層水園來到都應該不會玩15分鐘就走 其實說真的 這裡的特色基本上是跟剛才的粵華街公園 所以這個範圍差不多是倒轉 好的 我們的方法就是放一些不同類型的設施 就是引起他們的活動的產生 從而去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 還有這件事有沒有提升到他們的經歷 以及究竟怎樣做這件事 我們有兩個主要的元素 一就是圖書館 二就是運動設施 有些人喜歡看書 有些人喜歡玩運動 一個比較活動的活動 然後這個方法 我們怎樣去觀察他們的改變 或者怎樣使用 我們主要從三個方向 一就是看看遊客的量 第二就是跟他們做訪問 第三就是透過我們的觀察 這些是我們的照片 要不要說得這麼細節 其實每一個鋪排都是精心鋪排的 有時不是巧合那麼簡單的 為什麼我們的書架是可以滾的呢 為什麼我們的書架是這樣的尺寸 又或者為什麼我們選擇羽毛球 為什麼是踢演 為什麼是跳繩 其實每一樣東西背後都有一些意思 還有這個設計本身 而引伸到人的活動出來 是有關係的 如果將來你們的設計裏面 想有助這些活動的產生 或者你們想將一些用具 這些設計放在你們的設計裏面 其實真的要量身訂造 載著他們的東西 才可以提供這件事發生 然後我們也要求希望他們有些互動 為什麼要特意設計一些指示牌呢 是因為香港人都不是很習慣 其實你放了一些波 或一些東西在那裡 它又不會無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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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這些設計 吸引他們過來的 這裡就是看到過程 這個就是流動圖書館 其實我們有跟一些飄書的組織 二手書的組織合作 我們有整個帳幕 運動設施 這些是過程 好了 我們放了這些東西下去之後 究竟那些人有沒有分別呢 或者他們怎樣用我們的東西呢 我們用這些東西的人大概一半半 其實我覺得 雖然看書人是稍微少少少少 相比起用運動設施的人少少少少 不過其實都差不多 41%和51%分別 還有全部 基本上是90%多 那些人都覺得很棒 一定是增加了地方的吸引力 令到氣氛好 多元性大了 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大了 這些是很正面的訊息 但是又代表著什麼呢 究竟如果身為設計師也好 或者將來你們真的要用到 在你們的桌上有些特別的設計 去設施設施的出現 究竟要考慮什麼呢 其實我們也會留意 其實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呢 七成都有小朋友的家庭 他們平均逗留時間超過30分鐘 然後我們就開始留意周圍的場景 究竟我們周圍的場景 有沒有這件活動產發生呢 在座位方面 我們是 現場雖然都有長椅 但現場的長椅 是打橫一排坐30個人 所以我們自己就買了一些瑜伽石 也有些摺椅 其實我們也放過一些摺椅 只是隨意地放的 看看他們自己怎麼去坐 發現七成人是選擇我們的瑜伽石來坐的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年輕家長 很少的朋友 他們坐在地上就比較容易接受 而且很多人去那個公園都是去夜餐 他們都習慣了鋪東西在地上坐 這種習慣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人坐瑜伽石 也有兩成三的人 在帳幕裡看書 其實這個是挺有趣的 一會兒會說 再深入一點我們的觀察 其實康民署的人有沒有來過 這個是實驗之一 就是想測試的 因為這個真的沒有申請 這個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很難說來這裡看書要申請 不知道怎麼做這個申請 所以我們也看看這樣做就行不行 我覺得我們要中肯一些瑜伽石 其實是有人來問過我們的 也都經過我們解釋之後 他是沒有再理會我們的 其實我覺得是挺講道理的 這裡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些照片 是那時候我們的小朋友 在那裡玩、看書等等 那些情況 我們也發現了 其實你會看到那些瑜伽石 那些瑜伽石 是不停有些動作的 因為那些小朋友 是當作是玩具 就是他們 是除了在那裡跳來跳去 自創一些新的玩法 我們雖然叫他們看書 但是原來都是坐不定的 有些 不過這個政策其實我們想測試 就是透過實驗去明白 原來有些人要這樣的環境 他才會留下來 或者有些人原來要這樣 才能享受到他的活動 很多親子都喜歡進入帳幕裡 可能覺得好玩一點 還有安全感的問題 因為其實整個空間是屬於你自己的 你進去之後 這個環境是令他們覺得舒服的 但是這個情況去到下午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就因為太陽就來了 我想那裡是西斜 就是曬得 再在帳幕裡 真是熱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後來是轉移陣地 要搬去對面 因為這邊實在太曬了 其實這個也能測試到 其實有些活動是要流動性的 如果你設定在那裡 除非你特別的設計 去阻隔了一些環境因素的 一些不好的影響 如果不是呢 其實這些東西流動性越大 其實就比較容易適應環境的轉變 這裡也看到 可能始終都多人是習慣在圖書館裡面 或者室內看書 所以看書的人不算很多 不過40%多都算不錯 我覺得 還有家長呢 是經常當作是一個教育的平台 然後就越來越多家長過來 其實是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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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托兒所 也很多人是交換 小朋友放在這裡就可以自己看書 家長開始研究 你讀什麼學校、怎麼面試 那些 開始有第二種的活動性出現 所以 不過還有一個 就是小朋友在地上坐 在那邊玩 但有時候家長是會站在那裡 站足整個小時 不知為什麼他們可能不喜歡坐 還是怎樣 你會看到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 不過我覺得如果這個時候 你設計將比較舒服的椅子給他們 其實他們很願意坐下 就不用像這張照片 很多大人是會站在那裡 等著小朋友 然後才走 小朋友就不管那麼多 坐在地上 有些我又說了 長椅就比較少人坐 因為大部分人選擇我們那些 Flexible Sitting 坐 帳篷 我剛才說了 比較吸引小朋友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有留意 很多時候設計給小朋友玩的 什麼煮飯仔 或者什麼滑滑梯 有些是家庭版的 你可以在家裡做個廚房出來 給他們玩 即是他們喜歡有個場景 好像變成自己範圍有個優越感 即是如果 第二天 如果設計一些給小朋友 玩這些活動的地方 可能你也要設計一些縮小型版的場景 會覺得好玩一些 可能他們躲在帳幕裡 覺得自己回家 即是自己的家 好了 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當我們想設計一些新的活動 去一個空間裡 去吸引他們 其實很需要注意 就是那個人口結構問題 因為本身這個公園是很大 它吸引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我們很難說 全個海濱都要變成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選擇某一個位置 那你就要明白那個位置的特點 它吸引來的人是什麼人 而去設計你那個 那個設計應該是怎樣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環 或者在剛才越華街公園 做法一定是不同的 對 然後 接著就是運動設施 運動設施其實都一樣受歡迎 其實 甚至乎很多人都玩超過一種的設施 我們看看他們是怎樣 運動設施 因為康民署公園不是任何運動都可以在那裡玩的 其實我們擺乳無球 某程度上 有些會遇到被人趕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不是乳無球場 當然我們自己的角度就不覺得有問題 因為你懂得避 其實人是會有這個自我調節功能的 還有其實它那個空間比較寬 我們選一個位置 而且它地下那個界線 我剛才說了 有些軟墊的地方和石屎的地方 其實有某程度上可以切開了一些空間 你是會自動 而且打羽毛球的人是會選擇一些 剛好有個正方形仔 從遠離少許的遊樂設施的位置去打球 但無奈 因為室外的地方打羽毛球 我想你們會經歷過 那些風一邊吹你的人一邊走 一邊走一邊走 走一邊走一邊就滿場地走 然後開始就會跟其他使用者有一點點接觸 但其實我們眼見就沒有任何事發生 只不過是管理人員 一看到我們那些人開始走來走去就會出現 就叫我們 喂 隔壁的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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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的 這邊是LCSD的 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這裡看到就是管理 是會影響那個地方的用法 當然 LCSD那邊 這邊的設計 是比較明顯地是一個遊樂設施為主 是給小朋友玩的 而另一邊的場合隔壁是石屎地 上面是甚麼都沒有 基本上你是想不到那個用途是甚麼 就是你任你做甚麼都可以 變了很難說 我不可以打羽毛球 因為我根本不覺得你有其他用途 但這邊很明顯是設計給小朋友 因為這個太明顯的特徵 亦都令到他打羽毛球 就很明顯不是這個類別 但旁邊那邊就沒有那麼定性是某一種用途 變了他其實就是走十步左右 就過了去對面 那很多人就去了對面打球 最後 羽毛球也是最受歡迎的 在幾種活動裡面 就是跳繩和踢演 但我們就發現 羽毛球雖然受歡迎 但它有一種限制 羽毛球只是一個例子 只要當我們翌日去設計 一些新的玩法或者一些遊戲 你就要想一下 其實這個遊戲背後的玩法規矩 是規限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譬如羽毛球是兩個人玩的 如果你五個人來 又不能玩羽毛球 或者要在等 你要想一下 遊戲規則是會影響了那個交流 而且羽毛球 即是我們要是兩個人 要是四個人這樣玩的 也很多時候就是 認識的人才會一起玩的 即是你不會說 我路過你又路過 不如你打羽毛球 這個機會就比較低了 但是 這個剛才說 羽毛球會受風影響 所以這個一個考慮因素 好像跳繩一樣 就是一個人都可以玩的 但是 我又發現原來 我們身體都不太好 因為羽毛球 還可以玩得久一點 跳繩原來很快就累了 很多人都捱不到一陣的跳繩 不過可能二來就悶了 因為跳繩是玩不到很多花款 所以 有時候我們要想 設計一些新東西 玩給別人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它的可塑性有多大 即是你的玩法有多少花款 如果你只有一個、兩個 而且很明顯 規矩只有這樣 那它演變的機會比較低 那就變成 很快就放下一條繩 走了 也因為跳得太辛苦 當然就是 還有原來不太多人會跳繩 可能現在的體育堂就沒有跳繩了 還有家裡很小 我想沒有人在家裡可以跳繩 勾爛了電池 所以這也很少 所以這也很少 跳大繩更加是少之有少 因為這個太高難度了 原來對於很多人來說 但是我們發現了跳繩 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為什麼呢 其實說真的 有沒有人會跳繩呢 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兩個、三個 都不錯 其實真的很少人會跳繩 但是為什麼它很重要 在我們這個實驗裡 因為再小一輩 甚至乎不知道是甚麼 踢演 是我們勉強知道 但是踢演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原來不認識你的人 你踢一踢一踢他都會加入 這個就是打魚無球和踢演的分別 有兩個人在踢一踢一踢一踢 然後你說 是不是這麼難踢 為什麼你這樣開球都不行 我就不太相信 然後那個人就會過來 我又踢 就是 這個就是很容易 將不認識的人 都可以認識在一起的玩法 而且他們沒有規矩 你十個人踢也可以 你兩個人踢也可以 你一個人踢也可以 其實那個遊戲的玩法 就可以比較彈性一些 所以這個很多時候 就是通常 你玩魚木球、跳繩的那些是小朋友 但是 也九成是大人裸先的 因為小朋友 基本上不知道那個是拿來做甚麼的 大人玩的時候 他又勾起他的童年的東西 於是 一些小朋友走過來 他就很有自豪地去教後輩玩 其實整件事很融欺 這些字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看到 我們加入了這些元素 之後 其實平常 他們一般來說 可以逗留三十多分鐘 也可以看到 其實對整個地方 是一個很好的正面影響 這些都是一些剛才的總結 還有當我們選擇 去創造一些新的玩意給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我剛才所說的不同的因素 除了公園的特性、人口的用家的結構 還有你本身的遊戲的玩法 或者裝這些遊戲的設施 即連書架的高度 是不是可以流動性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座位 去提供這件事發生 其實全部都要很小心去設計 就不是隨便放些東西 你自己就有人會玩 好 到最後一個實驗 我們幾個月後好像要做很多事情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 這個實驗 其實你有點熟口熟臉 就是剛才那個屏風流的另一個實驗 這次我們把這個作品 變成了另一個裝置 出現在海濱 試試看它的轉變之後 究竟帶來的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我們是啟發於 我們去看星期六、日 很多外容在一些公共空間裡 會自己用紙皮去間隔自己的位置 從而營造一個舒適的空間 讓他們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 但我們自己 平時我們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想探討 究竟這個空間去到什麼的層次 或者一個私隱度 或者可見度 或者那個開放度 如何為之舒服呢? 究竟要這麼舒服的時候 你又在做什麼活動呢? 這些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是想探討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場地 已經很熟悉了 因為剛才已經說過了 不過在這裡 我再說一說 除了區域有些不同 兩個空間 其實還有人流 各樣的地方 他們逗留的時間 是很大分別的 如果是在比較近民居 其實他們很少會逗留到這麼長的時間 還有 群組的尺寸 如果在粵華街 通常一個人會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會特意約街坊 到街樓下的公園 因為我進去也會遇到認識的人 我也不需要約人 下去就會遇到認識 但是這些公園 他們一定是約了一群人去的 我們的方法 這裡看到我們會做基礎 然後我們去場地做考察 我們有做一些測試的裝置 一直調教到它適合放在戶外為置 然後就是搜集資料 然後就是做分析 在場地上我們會擺放一些心思去選擇 整個層樓這麼長 不是每一個地方都適合做我們這個實驗 我們有特意去選擇一些 就是用家的密度 沒有那麼… 即是中至高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太疏 整個地都是只有一個人 那你也不需要什麼私隱 只有你自己一個 如果整個地很密 其實也不太適合 因為… 可能他們本身就是喜歡這麼多人聚集 所以才會這麼密 所以我們會基於幾個規定 去選擇我們適合的地方 這些是我們的分析 我們在整個層樓下 我們在整個層樓下 有不同的層樓下 去研究它們的開放度 即是本身的開放度 各樣東西 然後呢 才去選擇這個地方出來 就是A段和D段 那麼這裡比較… 這些分析呢 遲些我們也會分享出來 所以如果看不及的話也不要緊 這裡就是現場 我們最終是選了這個A段 就是… 是的 我也… 就是這裡 你們如果沒有去過現場 就這樣看這幅圖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有一個篤樓 跟著就有一個草地 後面有少許 shelter的地方 再後面有一個行人路 跟著還有一個天橋 而這個位置是比較近碼頭那邊的 兩邊的特性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們特意選擇這兩段去做的 這裡就是顯示了 我們的屏風究竟如何放 全部屏風其實是可以動的 不過技術上 因為如果你完全… 任由它放在這裡 真的會催塌的 所以我們在現場做的時候 有時候是加了一些沙包 當然當風和日麗又沒什麼風的時候 我們就會搬走一些沙包 其實是歡迎他們自己走來走去的 然後我們就會問問題 我們整個過程怎麼做呢? 我們會放了那些屏風之後 我們會躲起來 我們躲起來 我們躲起來之後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等運動 我們是等人 在這種人出 rights 沙包旁邊 有些人多你要把它做起來 有些人 plutôt覺得是一種藝術品 拍一下照片 有些人就搬開去 有些人就會遮太太陽 我們一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有一群製作隊地會衝出來 便捉住他們 或會見他們 他們就會記住他們 就問 compos 剛才覺得怎樣 你什麼…… 是用於整穀的作法 但是沒整穀的 這裡是我們設計不同的元素 我之前有試過多種物料 這個是我們製作過程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試過不同的穿透度 最初是没有滚的,后来我们加了滚的 就是之前在如画街的时候没有滚的 我们为了加强它的流动性,加了滚的 这里看到当这些屏风放进去之后 究竟人们怎样跟它互动呢? 又是否我们想象中这样发生呢? 你会看到小朋友很好奇,玩耍 有些人都放了姿势拍照 尤其是我们特意选择黄昏时段 还有晚上我们也有放的 你会看到,其实 右上角你会看到 其实平时坐在那里,你就不会挡住自己看海的方向 如果正常来说 但是因为实在太浪费了 他们都忍不住,要搬过来 宁愿不要海景,都要挡一下西斜 就是证明它是有它的用法的 其实 小朋友跟妈妈在那里玩 然后有些情侣可能挡一下 可以在那里,有些私隐道 其实每个人都看到它 不过 这样 这个右下角的竹链后面 发生什么事,看不到 好像有一对脚 不过 开始入黑之后 它的功能其实会改变 其实这个我曾经想向看文处 这个我曾经想向看文处 但是他问我这些东西叫什么 我就想不到它叫什么 我说叫太阳党 太阳党 然后他说 太阳党也可以 但是他说太阳党 就是太阳落山后 你就要拿走 那时候应该是六点钟 那六点钟就不要让我看到了 因为它是太阳党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改得不错 所以我决定就不申请了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这样发生 你看到很多场景 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观察 甚至乎10 那天不是10月1日 那天的放烟花是哪天 是12月1日 有很虚陷的场景 因为每个人都在那里等船 去看烟花 那变了很热闹 我们这个过程又经历了中秋节 又经历了10月1日 这个就是一些小小的分析的结果 我们是发现这里的人 多数都是静态一些的活动 超过六成人 要是休息或者路过小休 逗留的时间都颇长 有60%是超过30分钟 而42%的人都是两个人来 可能是情侣 那究竟摆下来之后 他们觉得它是什么 那些人有什么感觉 其实也有很大部分人 是因为新鲜感 而觉得它是艺术品 或者摆车 但其实我们原本想测试 它的私隐度 或者是开阳度 各样东西 都有40%多的人 是觉得是有这个功用的 美观有26% 也有很多人 差不多 其实这里有点难明白 总之差不多一半人 都觉得是可以有遮挡 改变了私隐度的功能 尤其是我们特别去追访 追问一群 他曾经在移动我们这个屏风的人 究竟你为什么移动他 他们开始也是被吓到 以为他们被人弄固 不过幸好那里观堂的人 都很友善 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移动他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其实 首先移动他的人 是很多的 有74%的人 是有比他 而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都是为了加强私隐度 或者拿来遮挡太阳 这样 接着 而且他们有79%的人 这里有很多数字 就是觉得是有效的 这个设计是有效的 对 接着 究竟他们 满不满意 对于这个设计 有8成5的人都满意 有1成5 甚至乎 可不可以再遮挡更多 不过我们又觉得 所以 这个其实有少数据 给设计师本身 究竟如何拿一个平衡 遮挡多少 或者多少为够 其实 8成5的人都满意 现在这种遮挡程度 当然有人 甚至会 可不可以整个顶 整个流动的房子 然后我们有一个移动的装置 究竟这样满来满去好吗 我在现场听过 有些人觉得我们摆得不整齐 然后帮我们打直 或者把90度角 其实 原本就是想任意去移动 其实我们收回来的意见 也发现 6成4的人都喜欢有这种流动的设计 不过这个真的 可能有些难题 可能在座 究竟 怎样可以设计一些流动的装置 是挺有难度的 其实在真实的情况里面 好 接着我们看看 究竟什么人对 这个开放度的要求 是特别敏感的呢 其实也挺明显的 如果你是一个小匠 就是一个至两个人去的 他们给我们的反应就是 他们对这个开放度是很敏感的 就是他们很喜欢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或者是安全一点的设计 就是可能是遮住他们的 那个开放度 要求比较 就是想不要那么开放 其实 三至四个人 你看到跌幅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三四个人或以上 来得的人 都可能是野餐 就是一家大小来玩 那些没有理由要 要这个装置 也没有对这个有那么高的要求 这里可以看到 和他们逗留的时间也有关系 尤其是明显在20分钟的时候 就是20分钟以下的人 如果你逗留在这里20分钟以下 其实他们对开放度的要求 就没有那么敏感的 但是20分钟以上 就会比较高一点 对了 跟group size有关 一样 其实group size有关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 对不起 我调转了 这里 刚才也说了 group size 其实和他们的活动 本身都有关系 我们会看到 很多人 如果对开放度 特别关注的人 他们是来休息 或者路过短暂停留 即是说他们是 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 所以如果在彩斌长龙那么长 有一个地方 草地比较多 很多人野餐 玩球 那个地方 其实不适合一个很高私隐度的设计 因为那里的人 其实就是喜欢见到其他人的存在 即是如果那个空间的人 就是为了来看其他人 在很多种活动 一起产生那种活泼的感觉 你又做一些很私密的 很隐蔽的设计 就不适合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 究竟这个区域 我也是想指出 我们做完之后 小数人 如果是小班的人 他们就喜欢很高私隐度的地方 于是我们就要做很高私隐度的地方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一个这么大片的公共空间里面 其实是需要不同类型的空间的出现 我们应该要在适当的位置 选择一些不同的开放度的设计 有些地方适合一些开放度比较高的设计 有些地方适合一些开放度比较低的设计 其实跟人流 它近不近主要的道路 各样是有关系的 那接着就完了 其实这里今天 刚才有些我团队的人未到 那我现在要再多谢多一次 其实我的团队 由八月到现在 其实严格来说 就做了这么多事情 是超级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我真的很多谢团队在这里 好了 应该多了几个泥座 其实这里应该有十个八个在这里 多谢大家的投入和帮忙 这里就是我们团队的名字 多谢大家 现在 我真的说了很久 很恐怖 我说这么久 好 那是否可以问问题 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要离开了 我想了解多一点点关于这个 其实你们是不是来了 我预期听到这些 会不会有些走错了 走错了已经走了 是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创新的方法去做这些实验 也都很感谢很感谢 真的 Green Union Council 给我们机会做这些 因为它其实完全没有过问过我们做什么 很辛苦 真的完全是自由 他知道我们想测试某几个概念 但完全没有过问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这样做有没有用的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是很自由自在地做的 有没有刚才有些位置 你很想知道有些秘密 或者有些什么 可以问一下 其实海斌呢 我刚才经常过了一些时间 其实是连续几个星期间 有星期六日 六日 连续去了几个星期 平日真的没有 因为人流的问题 我们特意集中在星期六日 月华家有24小时保安 是 是 有没有其他工作 有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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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先锋 应该是 唯一一个做过的就是我们做过 就是 不是 我们油麻地区是做过的 在几年前 亦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 Green Billion Council看到 不如又试试做其他区 我们这次就做了观塘区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一些小小的实验 但是没有一个那么全面性的 其实 还有维持一个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follow up那么深入 我想就比较少了 如果政府有关方面可以采纳就最好 但是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就是因为这样 这次我们其实跟Green Billion Council合作 就是想有些相互的 就是我们就想做不同的 刺激到社区的一些东西出来 真真正正拿到一些数据 或者一些现象 或者一些observation 希望和他们一起合作 将它去业界推广 因为有时候不能够 说服康民署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要整个行业 整个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度提高了 那件事就比较容易推 就不可以说只是游说某一方面 就是几管齐下 所以希望 真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些实验 明天 迟些新的推出的时候 Beam Plus的ND 可以大家想想 当你取得这一分的时候 你评估这个项目 就是究竟有没有真的考虑到 这个社区有没有因此而得益 你这种设计 而的时候想起我们这个项目 想起我们做这些事 其实去评估一件事 究竟是yes or no 其实就真的可能 评分那个人那一刻的tag 但如果你看完这些例子之后 会不会想清楚 究竟这个tag的意义 是不是就是有和没有的分别呢 还是多几个层次 你们可以坚守着 或者想推多一步呢 所以我们很多方面去影响 其实是业界又希望出点力 康民署如果有机会 那就当然好 各方面去推 对了 即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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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l 那些计划那里面 有没有申请牌照 就是 估到哪个申请 是 是 有没有拿出个公表批评资料 有没有拿到的 是 在华街那里有申请 有有申请的 是 因为搞得这么大壁 是的 我最想要解一下 就不能不申请 我們整件事叫做地藝觀堂包裝 因為你不是一個活動 在他們的層面是處理不到你這個真情的 所以你一定要令它變成一個活動 對… 在他們的角度,我幫他們定義為一個活動 但在我們的角度,我們是一個實驗去推 但總有辦法可以做到 這個真是很靠運動這個項目 我們有一點經驗就知道 怎樣的方法會令這件事做得到 對,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 政府和各方面的例子 要搞清晰一點 就會幫助推廣公共… 絕對是 因為好像沒有經歷過這些人 那些人就不知道怎樣申請 因為我現在都在做類似的事 是嗎? 是的 那你有沒有聽過 現在的海濱公園觀堂是一個社區的容檢項項目 他們有沒有接觸過那個音樂噴泉 有沒有聽過 我們沒有這樣去針對過一件事 去做過特別的研究 是的 謝謝 你好,我是Sandy 我是會澤的 你好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有點啟發 其實很多時候我感受 香港很多地方 尤其是公園那些 其實都很冷清的 其實原設計就很想人性化 多些人去用 但是很多時候覺得市政 都是很多管理著 我感受很深 好像你們這樣做 其實應該把它發揚光大 那我就支持你們 謝謝 其實我們一直做這些 我們是很開心的 除了我們有些資料收回來 也希望回到業界之外 其實在做的過程 不少居民支持我們 由開始說 你們這些小孩做甚麼 到最後是 走了?做完了?你們要拆了嗎? 那些感受是不同的 整個過程已經有了 以及已經在改變社區 希望多些人去支持這些做法 我嘗試說多一個 我自己的處境 因為其實香港 文馬高伯下 這裡真是平常心 我也是一個環保的人 我有這個緣分 香港有一間叫龍華酒店 老闆旅來都不在香港 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人氣 其實我變相都在想很多辦法 就是自己好的地方 總是怎樣去把那些人 可以很近距離拉起來 自己的生活空間其實很小 我覺得香港 也去到外面的公園 根本就有很多限制用不到 這些東西 你們給我一個啟發 努力走過去大家 謝謝 讓香港和合一點 好 由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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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遲了半個小時才進來 不過一進來之後 就聽到你的分析和研究 其實我聽到不是一個研究 而是一個很投入的去了解社區 之後就把那個活動紀錄下來 我其實很驚訝 就是你在構思的方面 能夠用一些這麼簡單的工具 活動 以及在本地的社群裡面 經過一些了解 而拿回它裡面的活動出來 然後就是鼓勵裡面的印象 就是一種工具 可以直接幫助我們設計師去做事 而另外一個就是我看到房柱 設計的時候 那些單位似乎在近年 越來越小 但是那個討論就是說 那些單位似乎在近年 那些單位似乎在近年 但是裡面的效能是高了 效率高了 Tray off 就是說 樓和樓之間的空間 就多了出來 所以在那裡 就是圓景師 就多放一些功夫 但是在所謂的功夫 往往就是 基於一些所謂的圓藝的概念 或者設計意念 但是如果能夠把一些 類似現在的所謂的社區的觀念 或者是元素下去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空間感 應該已經是會提升到 另一個層次就是說 不是說做一些圓藝出來 讓一群搬進去的人 而是重建一個本利的社群 所以是很有鼓勵性 而另一點就是想提到 我也希望看到政府 在你們這一類的藝術創作上面 是多一點鼓勵 還有是有規模 或者有軟件一些 這樣來處理 多謝你 多謝今天大家參與我們這個講座 其實我們也想 由我們的召集人 Larry 潘先生 可以給予一個證書 其實是Hong Kong PSI 或者大家也想 我們這些團隊上來 阿朗 我將我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總結 就是我們GPC 我們很高興 我們能夠和Hong Kong PSI 大家一起合作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的意念就是 就是想幫大家去分析一下 我們經常說我們什麼叫Place Making 我們說什麼叫 A sense of place 什麼叫Genius Loci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說在評估工具方面 其實是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如果我們看回New Building Tool 我們很多是這些很實在的 physical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equation 我們有很多data 可以去做一個評估 就是在科技方面 但是我們去到一些比較 是很social方面的 element的時候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發覺就是 如果我們給一些assessor 或者給一些professional 他們都覺得好像很抽象 我們覺得其實 instead of我們去 就是去給一些實質的 的標準給你們 其實我們最好 不如請他們做一個experiment 其實在一個experiment 就好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更加啟發性 謝謝大家